大家好我是谢陈景 就读国立济南大学 今年的毕业生 那本次雅思的成绩是7.5分 那为什么要考取雅思成绩呢 主要是因为想要往国外去发展 那主要是在读大学的过程 发现自己对于 这资料科学就是 Data Science 蛮有兴趣的 那刚好在国外也就是美国 比较有这个机会去往这方面的领域发展 因此要出国读书我们就必须考 托福与雅思 那我这边是选择雅思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就有考过一次雅思 那当初是裸考 当初我还印象蛮深的 就是写作部分 当时是大大的拉底我平均 那时候当时考5.5分 那其实写作这种东西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读起来 比较不知道这个方向会在哪 所以希望借由补习班的一些模板 还有一些架构 来帮助自己 在写作能够写得比较顺 也比较有想法 其实我是在那个 在广告上面看到的 那其实因为我必须要顾好这个 自己学校的学业 那没有办法一直跑补习班 所以杨树梅宇刚好有这个影片 也就是线上教学这个机会让我可以 就是有效率的进行学习 其实当时没有想太多 就是算是别人有跟我讲一下 然后我就来报名 然后因为自己是比较容易拖延的人 所以希望就是报名有补习班 就比较有这个动力 所以就报名这样 像是有一些 我知道有些学生可能会 在学校除了课业方面可能会有实习 那实习基本上我觉得 光是工作你就可能补习班的时间 你刚好就卡到 所以这种课程就是 可能刚好晚上吃完晚餐 可能休息一下 那晚上就可以进行学习 那还有第二个我觉得 优势是说 我自己是会进行这个 1.2倍的快转 所以这种影片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稍微进行快转 重要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重新的再聆听一次 原本就已经 比较听得懂的地方 你就可以比较快的跳过 对于课程的掌握度是比较高的 先讲讲写作好了 写作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雅思的写作 在这种短短的时间内 其实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想法 像英文再好的人 可能你拿到考卷 发现好像没有想法 那如果有了 补习班在学习的过程 会让你有点像是脑力激荡 所以你会全方面去想 想说要怎么去写这个题目 补习班也有发一些这个模板的部分 那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套进这个模板 大概在我自己练习是 在第一个paragraph 就可以五分钟大概就可以很快速的写完 那也因为可能第一个段落 很快速写完 自己后面的段落 就会比较有信心 整个写起来就会通顺非常的多 听力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是外籍的老师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去聆听他讲英文 就可以帮助你习惯这种口语 听力的部分我想要提醒同学的是说 其实听力像有一些是选择题 有四个选项 其实补习班都可以帮你 把不可能 比较不可能的选项删掉 删到大概剩 两个选项 那当然这两个选项 就还是自己自身要一点 英文的能力 主要我觉得 就还是能够提升 这个同学们的信心 好说我觉得 大家比较常面临到的是 跟外师讲话可能会比较紧张 那我自己给同学的一个建议是说 当面临这个考试的时候 就专注于当下去回想说 补习班当时是怎么教你的 认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就好 不要去想说 想说自己到底这段要怎么 讲得好不好或讲得不好 就是想讲什么就讲出来 尽量讲得满 那另一个部分是阅读 全部阅读我是花最多功夫的 那之所以花这么多功夫是 除了补习班教的东西之外 自己的练功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台湾的学生 我相信对于这阅读的部分 刷题应该都是蛮有信心的 所以就是靠着刷题的这个练习 来把自己的技巧叠上去 其实我自己练习了这么多 我认为7.5到8 或8到8.5的关键 其实就是你 有没有听出那些陷阱题 雅思的话我觉得总共听力40题 大概会有大概4题的部分 可能里面会长一些细节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想办法把这些细节听出来 像是可能 他会讲一小段 然后后面又补了一点点 那可能这一小段里面 其实就是那一点点是重点 那希望同学能够把它听出来 我自己啊 自己遇到最大的困难 是这心态的调整 就是像是前面练习有错 可能有一些人就会 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错啊 或者是前面错比较多 但是我认为 这时候就要调整心态 不断地鼓励自己 就是按部就班 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完成 相信自己最后能够 达到我最后的目标 那首先我想感谢的是这个 Anthony 老师 他主要教导我的部分是 写作以及阅读 Anthony 老师是中文老师 主要我觉得 使用中文老师的原因就是 在写作部分以及阅读部分 亚洲人利用大量的练习 还有一些考试技巧 是可以把它叠上去的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当时在这影片里面 其实是有教这个 写作架构的部分 那它有点像是金字塔的架构 就是你要东西上面叠着一层东西 最后讲的深度才会深 这是第一个架构的部分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模板的部分 模板主要就是要背一些 比较精进的词汇 让你在考场中比较容易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当时其实我在影片中间 老师有特别讲到就是说 利用这种写作方式 大约可以拿到几分 听到这个 其实就可以大概想想一下说 自己在考试的时候 要写出一个怎么样的句型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的分数 那当时我给自己的信心喊话 是我看了这个句型 我就想说 其实这个句型好像也没这么难 考试我应该也写得出来 那Jonathan老师他是外国老师 那外国老师我认为有 就是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是他的口音 如果我没有记错 听起来他有点像是英国人 对那大家都知道 雅思其实就是英国的口音 所以第一个是你在准备的过程 就可以稍微让你习惯这个口音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认为是 他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 这个部分呢我相信 其实当时在选线上课程的时候 同学们最担心的 可能看一看影片 因为是在家太舒服了 可能就睡着了 对不过当时 我不会说我没有这个想睡着的感觉 不过我认为是可以让大家 支撑完到整个影片结束的 我认为这是 这是大家想要听的实话 所以我整体下来我觉得 这些课程是可以让大家 如果有心就是可以好好的 把它按部就班的完成 如果是建议的话 其实我自己真心的建议是 练习真的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可能说 看完了这些课程 你就哇就变得很厉害 这样我相信这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重要的是借由这些课程 去想一下说 自己能够怎么去准备 这样考试 在听完老师的一些讲解之后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想办法 把他讲解的东西运用在自己的考试里面 我推荐杨树梅雨的原因是因为 他让我在拿到雅思写作这部分 我就马上蒙写 并且非常稳定的 拿到我理想中的分数 那也让我在准备两个月 就顺利的拿到7.5的雅思成绩 那我也希望学弟妹 在今后都可以 拿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成绩 就大将牒类 翻炑 掌握 管 这 我们